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國焦點新聞 先看看一種新概念的發動機測試成功 中國版本的空天飛機呼之欲出 目前全世界只有三個國家 在高超音速飛行器和高超飛行動力領域取得研發成績 就是中國、美國和俄羅斯 預計在10至15年內都沒有其他國家可以追貼 在7月4日西北工業大學牽頭研發的 飛天一號火箭充壓組合動力 在西北一個靶場成功發射 全球首次驗證了煤油燃料的火箭充壓組合循環發動機 實現了火箭、雅燃、超燃、火箭、超燃的多型態的自由調節能力 這次的發射實驗還突破了熱力厚度調節 以及超寬包線的高效燃燒組織等關鍵技術 超燃充壓的成功啟動 飛行實驗獲得了圓滿成功 這是人類第一次實現了從亞燃到超燃充壓的全模式銜接 這種新概念的動力系統標誌著中國在吸氣式超燃充壓火箭組合循環發動機的高超音速飛行器領域也處於世界頂尖水準 目前現役的超音速武器使用的是充壓發動機 都是使用傳統的亞音速燃燒室 進氣度和燃燒室內的空氣流速為亞音速 導彈速度最多是在4馬克以下 再需要向上提速時遇到問題 當飛行速度越來越快的時候 進氣度吸入的空氣也會變成超音速 超音速空氣會直接進入燃燒室和燃料混合燃燒 相當於在12級大風中燃點一個火柴 並且還要求穩定地燃燒 這個在技術上非常難 要解決這個難題就只有超燃充壓發動機 而超燃充壓發動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 它在高速之下 氣流經過特殊的進氣度壓縮後 直接進入燃燒室 再混合燃料後點燃 整個發動機沒有運動部件 不僅質量輕而且動力大 比複雜的窩噴或窩線發動機高 而且結構簡單多 超燃充壓發動機指的是流經燃燒室的氣體速度 經過壓縮後仍然可以在超音速 這種發動機燃燒室 穩定燃燒後推進的最高速度 可以達到5至6馬克以上 這才是真正的高超音速世界 一旦到了這個速度 目前就沒有任何種導彈能追上 衝壓發動機的性能非常好 但就存在著一個問題 它沒有辦法零速度啟動 只能用火箭發動機 推動超音速後才能啟動 而且啟動時仍然阿然衝壓 要等到速度達到4至5馬克後 才能切換到超燃衝壓發動機狀態 而西貢大的簡述報道中有這樣的描述 是全球首次成功驗證 專家解讀是發動機 可以在幾種模式中平穩地過渡 意思是第一是火箭到阿然衝壓過渡 零速度以火箭模式啟動切換到衝壓 這時是超音速的狀態 第二是從阿然衝壓過渡到超燃衝壓 超音速度是4至5馬克時切換到超燃衝壓的狀態 這時的速度應該已經超過5馬克 第三是直接從火箭模式切換到超燃衝壓模式 另一個今次的實驗關鍵是燃料是回游 這表示西貢大的發動機組合使用的是普通的碳氫燃料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回游燃料的超燃衝壓發動機能夠穩定地燃燒 而且完成當無態平穩過渡是世界第一次 西貢大飛天1號的動力系統 為中國未來的高超音速飛機 或者高超音速武器 或者重複使用的高天空飛機是準備的 準確來說應該叫做火箭機組合循環推進系統 整合了火箭發動機、阿然衝壓發動機 以及超燃衝壓發動機 一共有4個工作模態 隱射模態、阿然衝壓模態、超燃衝壓模態 以及純火箭模態 在馬克素達到7的時候 發動機由阿然衝壓轉變為超燃衝壓 當飛行馬克素超過12的時候 進氣度關閉 推進系統進入純火箭模態 這種組合循環發動機 很適合作為返回式空天飛行器的動力系統 這次新概念的發動機 測試成功表明中國已經掌握了火箭 雙研衝壓組合循環發動機的技術 今後可以輕鬆研製出最高飛行速度超過7馬克的高超優速巡航導彈 它的攔截能力更大、威力更大 其次是基於火箭雙研衝壓發動機 可以衍生出星力式的阿軌道飛行器 替代火箭低成本發射航天器 星力式的飛行器 是指以托機翼產生的星力飛行 而不是像火箭一樣 以托火箭重力 克服自身受到的重力 飛向天空 它的外形就像一架飛機一樣 相比起火箭、星力式的阿軌道飛行器 空天飛機 可以像飛機一樣起降 無需要再建設垂直的發射塔 並且可以重複使用 研究表明採用組合式的動力 空天飛機的發射入軌成本 比馬斯克可重複使用的火箭還要低 一旦空天飛機技術成熟 中國就可以用極低的成本 發射各種航天器 甚至連現階段 因為耗資無比巨大 而不會等著建造的太空城 都可以重新思考 看看中國科學家 實現了激光雷達系統研製的逐大突破 根據央視新聞報導 近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研團隊 在雙肝測風、激光雷達方面 實現了重大突破 首次實現了3米和0.1秒的全球最高時 高解釋度的高速飛翔觀察 首次實現3米和0.1秒的全球最高時 高解釋度的高速飛翔觀察 這個成果日前在國際學術期刊 《光學快步》上發表 根據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官方網站介紹 米級解釋度的大氣風場探測 在航空航態安全、高價值目標保障 和數值天氣預報等方面 都具有重大意義 實現了看得遠、看得細、測得快和準的風場 觀測是對測風激光雷達的重要挑戰 為了獲取3米和0.1秒時空解釋度的風場 需要再提高現有的激光雷達訊號 檢測的靈敏度兩個數量級以上 團隊通過雷射光源、光學收發系統、 光速數據採集電腦和數據處理的演說法上 對激光雷達進行全面優化 並在時頻分析、默充編碼基礎上 提出了一種新的反演演說法 大大提供了風場的反演精度和穩健性 最終實現了一套全國產化的產品級測試讓機 這個雷達工作的波長是1550.1納米 具有人眼安全、設備輕便 總裝設備約40公斤、工作穩定、環境適應性強等特點 團隊利用雷達在宿州市高鐵站 實地測試了高速列車尾流中的風場結構 雷達在沒有人藉手的情況下 穩定工作超過100小時 獲得了3米和0.1秒高時空解釋下的 時速350公里的高鐵尾流連續觀測 然後看看中國建設全球首個陸上商用的小型反應堆 根據中國自主研發的全球首個陸上商用小型反應堆 雷達一號示範工程正在建設 雷達一號是全國首個通過國際原子能機構安全審查的小型反應堆 標誌著中國在無快化小型堆技術上走出世界前列 今年以來中國在核電領域有一批新技術、新裝備相繼取得突破 按照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定義小型堆是指電功率30萬千瓦以下的反應堆 媒體就報導雷達一號是綜合集團通過十幾年自主研發 並且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多功能的無快化小型壓水堆的堆形 採取了一體化的佈置 發電的功率是12.5萬千瓦 建成後發電量就可以達到10億千瓦時 目前綜合集團在海南已經建成了中國最南端的核電基地 昌江核電纜等一批電力項目就是建成投產 這個項目標誌著中國的無板化小型堆技術上走在世界前列 綜合集團說無板化小型堆技術安全性高 建造週期又短部署靈活這種核反應堆 可以滿足海水化淡和區域供電工業工業等多種用途 海南的昌江小型堆示範項目 預計建成後連發電量可以滿足52.6萬戶家庭生活所需 最後看看福夏高鐵明面通車 福州、廈門兩地將實現1小時生活圈 福夏高鐵位於福建省沿海地區北起福州市 途經蒲田市、泉州市、南至廈門市和張州市 正線全長277公里設計時速350公里 其中泉州灣跨海大橋是全線重點控制性工程 位於泉州市境內全長20公里 海域施工長度9公里 主橋長800米、主跨400米 是國內首座跨海高速鐵路橋 泉州灣跨海大橋14次上跨高速公路和城市主幹道 無作軌道總長52.4公里 無作軌道是採用混凌土、納青、混合料等整體基礎 取代了散粒碎石藏藏的軌道結構 又稱為無作軌道 是當今世界先進的軌道技術 施工材料運輸難、交叉施工的工作頁面多 技術標準高、建設單位、高速協調組織 不僅僅優化施工方案 並且有多項舉措、安全有罪地推進工程進度 作為加快一帶一路海上絲綢之路建設 和福建、自謀、試驗區建設的重要基礎性、先行性項目 福夏高鐵建成通車後 福州、廈門、兩地將會形成一小時生活圈 對於推動福州、廈、張全、兩大都市圈加速崛起 推動經濟社會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的 大家好,想和大家介紹一下巴士的部推出的一個新服務 石樓台,石樓台提供獨家的內容給我們忠實的觀眾 訂閱石樓台,每天不用港幣兩元 就可以看到我陸英雄、你和巴士的部團隊 和其他名家提供的獨家內容 不過我們在YouTube頻道的節目是不會減少的 希望你們能夠支持巴士的部订阅石樓台 在畫面下面的資訊欄,點擊石樓台的連結 就可以瀏覽到石樓台的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的內容 另外,亦都可以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部 去到巴士的部的網站,亦都可以找到石樓台 請大家去石樓台看看,多謝大家支持 請多謝大家,多謝大家 請多謝大家,多謝大家 請多謝大家 請多謝大家